OK 先試試 Hello Strangers! This is me! Nice to meet you! 我們今天講家人 家人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課題之一 因為招值相對 對得多磨擦自然都會多些 一磨就很容易起火 起火的話固然兩敗俱傷 但即使只有對方起火 我們都是無法避免地會被波及到 即是會被煙燭傷、燒傷、甚至火燒連環旋 燒到自己都只有棚骨或者框架 動一點就會軟 所以我今天會分享一下 如何和家人相處的七個小技巧 令到雙方都可以活得開心自在一點 我好像經常都說開心自在 但沒辦法 這就是本頻道的初衷 還有我相信 每個人都想開心舒服一點 所以 IG會更多的分享 我之前都post過一篇 我曾經跟家人的關係很差 然後後來就變回好 當中我做過的事 又或者在mindset上改變過什麼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看 OK! Let's start! 哇! 喝醉給Americano果然是 厲害一點 無雙大雅的建議 盡量say yes! 我舉一個大家都一定心有同感的例子 就是臨出門的時候被人說 喂!穿多件衣服啊! 你拿多件衣服出去嘛! 穿那麼少當死你啊!又不是重 相信你大部份人都不會照做 而是直接無事 即使心裏其實都覺得 嗯!好像有點動 不如拿多件衣服出去吧! 甚至 本身已經打算穿多一件 或者拿多件衣服出去 但家人一說 我們就不想了 我就是不要 這樣 問心 如果問你的其他人 你會不會一早已經say yes? 但家人一問 我們寧願動到好像傻豬包一樣 都不願意服從命令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自尊 覺得自己已經大過了 是一個獨立個體 他們不應該再干涉 即是那些 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要當我好像小朋友 連拿件衣服都不懂啦! 或者父母在自己小時候 不斷拒絕自己 不關心自己 所以一旦長大了 有了一個話語權的時候 就會反射性拒絕對方 S一個反擊 又或者 純粹覺得對方語氣差 所以不想跟 我真的明白那個感受 但無論是什麼原因 拒絕那些建議的話 只會令關係更差和更僵 連日常小說的建議都不肯聽 只會令父母更想干涉更多的東西 去獲取S一個家長的權力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他 做什麼 搞我搞這麼多東西 我們會覺得他越來越繁管的東西 越來越多 然後 就更加想拒絕 而當我們不斷拒絕 他內心的那種不安 怨氣就會轉化成一樣東西 去令到 他會在一些大事上面 或者當你要拿一些人生決定的時候 就會極力反對 拼命阻止 和你唱反調 總之就是要你做不到那一件事 甚至會幫你下決定 但不事先告知 但只是為了一口氣 大家可以想像到 後果會有多不堪慈喪 所以請嘗試接入家人 一些無雙大雅的建議 無論是穿多件衣服 推一隻碗入少少 還是掃地的時候 不要掃出門口 這些都不會令我們小腹肉 但就會令家人感到被尊重 和自己是有價值的 特別是老人家 能夠令他們覺得自己還有話語權 和影響力的地方 已經越來越少了 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有用處 影響到你 照顧到你的時候 會令他開心一點 那他開心呢 你自然都會開心 就算未必會開心 都會好過一點 所以 聽到這些可愛小提醒的時候 不妨來一招黃金萬用招式 就是 噢 好啊 那個噢可以溫柔一點 噢 好啊 噢 好啊 然後就當著他們面照做 另外 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 當你真的不想拿衣服出去 覺得很重很累積的時候 就 趁他們回到房間 或者看不到的時候 放下它 總之不要被人發現 不要穿布 那就大家都開心 唉 我希望我老爸不要看到這條片 減消無見樹的冷嘲熱鳳 明知對方會難受 或者說出來就是想對方難受的說話 就不要說出口 這個都跟過去的傷口有關 批評式教育是地球的禍根之一 上一代比上上一代批判長大 他們就會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我們 甚至不認為這是一個傷害 而在童年不斷被貶低 被質疑 被否定的我們 大過了之後就會下意識回擊 哈囉 吃了幾十年才 為什麼我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關心我 你什麼時候理會我 你別這麼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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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都看得出來是剪接 原來小叔弟有很多作用 我傳給你了 你自己看看 簡單只是問問問才看 我最近就跟發哥喝茶 人家說兒子已經賺到五、六萬 那你怎麼樣 現在都講三晚怎麼賺吃 阿成哥都有三百多美金 你那些呢 縮開你的手 船頭是這樣切的 其實我已經36歲了 看到對方難堪或者鼻刺痛 可能會覺得很爽 但這個爽只是爽了當下 他們會記住這個經歷 然後日後回敬回來 用各種方式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他們無緣無故發脾氣 都是因為這些 被刺到的小瞬間 所積累而成 我們以前被刺 所以現在想刺回他們 那怎麼會期待 對方被刺之後 不會又刺回我們呢 所以就 有個惡性循環loop 而要打破這個惡性loop 就需要在你說出那一句 會傷害到對方的話之前 停一停 敷個吸 就是那句 抽離一下 然後自己消解它 可以是好像 重啟人生那條片說的 過濾內容 留意出發點 又或者空師教我們 將內心過一份不適感 和冒起的惡意 順勢而過 不需要給他 不需要招呼他 而我自己都頗為常用的方式就是 直接回答問題 開個新話題 或者用幽默化解 用回剛才的例子 當被人問 喂你吃煙的 就回答 你是不是吃煙 如果你想分享多些 就說明了原因 可能是 18歲的時候 跟朋友夾班 在校樓梯聊聊天的時候 人家就知道 吃了一口就到現在 這樣 穿了過去 這裡啊 這裡 是喔 超級 自己看一下 是喔 家裡沒有 沒有人玩出去買點豉油 現在都兩三晚 怎麼吃啊 唉唷 可能不夠他英俊 唯有努力一點 對喔 今天是不是唐人 不切的 哇 有些了道 學到東西 搞笑 是可以解決很多煩惱的 所以 試一下吧 間不中被他們威嚇 剛才也提到 被家人覺得自己有些了道 他們就不會 事事都要透過操縱你 去獲得那份能力 所以 請適時變成 給他們分享和威嚇 再肯定他們 就不需要每次他分享一些新事物的時候 回應都是 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知道 其實我已經用了電腦很多年 那 例如他們跟你開心分享語音輸入的方法 或者759用會員卡好划 還是 雞蛋用冰水浸過會比較容易剝殼 那我們就 裝不知道 驚嘆一下 追問下去 再賺一賺他們 可能回答一句 嘩 對呀 很方便 或者 嘩 那我以後都用會員卡啦 即是簡單一句 他們已經可以沾沾整天 然後很開心 然後又和身邊的親朋戚友分享 然後大家都會有一個 好好的交流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好像有些假 但不妨用另一個面向去理解這件事 你不是騙人 只是當過一秒的自己 回到當時 重新獲得了那個知識 再回應你當時有的感受 讓對方感受到他的分享作用到你 如果真的覺得很難 不妨當他們是五歲小朋友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於新科技 他們就是小朋友 如果一個小朋友很著弱地跟我們分享 喂 你玩Mario呢 按住Y 可以快跑的 那我們又會不會回覆他 他說 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才知道嗎 我想不會 他們分享給你知道 就是覺得很新奇 很有用 想你都知道 就不是想侮辱你的智商 如果你覺得這樣低視了你 覺得你好蠢 其實低視你的 是你自己 所以 請適時扮無知 配合演出 不過要記得注意力度 請家人幫忙 事後好好感謝 很多時候 當家人問我們 要不需要幫忙 或者 唉 我來啦 我們都會拒絕 因為覺得他們 覺得我們不行 所以才硬是爭著 事情來做 但 我們不妨換個角度 想想 對方拿了事情來做 而我們自己不用做 不是很爽嗎 另外就是 請他們幫忙 除了可以令他們獲得能力感 亦都可以給他們 表達到愛和關心 我想有看過 一些舊片的大家 都經常聽我 不斷強調 love language 這件事 而幫忙 就是其中一種 表達愛的方式 幫忙 幫你處理日常的 大小事務 就是愛 他們未必會讚你 會花時間陪你 買禮物給你 或者抱一抱你 但是 他們會 很努力去prep 一頓飯去摘飽你 才不論煮得好不好吃 又或者 硬是要拿走你那些 想穿多幾天的衣服去洗 然後浪埋 這樣 就是他們表達愛的方式 而當一個人表達愛的時候 他都可以感受到愛 整個人都散發著那種 很黃色的 很光的positive vibe 會變得更加正面 和人更加有愛 所以 斷住家人幫忙的機會 除了拒絕他們給你的愛 亦都是拒絕他們 可以對自己好的機會 我意思是 一個更加好的狀態 那一個你一直都很期盼 他可以對自己更加好的狀態 當然 我不否定有一部分人 是真的想透過幫你 去獲取一種能力感 即是透過踩低你 然後摸好事情來做 去突顯自己的能力 的確有些長輩人到老年 又沒有太大的成就 就要透過這種方式 去令自己好過一點 然後言談間 或者看著你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硬是要加插幾句 你搞成這樣 或者你不認識的 這樣 我都很明白 在這些時候 其實真的很想 Defend自己 去潤回他 在說 其實我認識的 可不可以不要當我是小朋友呢 但同樣地 這個回應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們無論怎樣說自己 其實認識 其實得 我們都不是回應 他真正想表達的那件事 他想表達的是他懂 他知道 他現在還是很厲害 如果我們知道這是他的目的 而我們又想關係好一點 大家融洽一點的話 那就不妨鑽一下 當作做下功德 他們想獲得能力感 那就給他 他們想開心 那就令他開心 因為我們的最大目的 都是想我們日常生活可以過得 好一點 就是我們開心一點 我們知道自己做到就可以了 既然有這個本事 就不需要急於證明自己 去獲得家人的肯定 還有sad but true的就是 如果家人覺得我們不行 即使我們在他面前 把蘋果丟成一隻龍 把家裡打掃到一層不染 整個天堂 又或者賺錢每個月都可以賺到八、九萬 他們都會覺得我們不行 就算他不否認你 他都會拿另外一方面說你不行 有些時候 無論我們如何證明自己 家人都是不會這樣認為 但他們不認同的 其實不是你 而是他們自己 所以先要在你身上獲得自尊 我們先不討論這件事 其實都真是很toxic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謹記 我們想大家都活得開心自在的目標 不然就很容易附在 蛤? 為什麼他這樣對我 我們還要這麼好 或者這麼慈悲地對待他們 這個走不出痛苦輪迴的想法 要逆轉局勢 不是在這些日常小事中 不斷向對方證明自己 而是不將家人對自身的野餘 批判 信以為真 不將我的傷害 當成傷害 而要做到這件事 就是我在不同的片都不斷強調的 嘗試去抽離 然後理解對方的出發點 就好像太陽一樣照射到下面的事情 是怎樣 有果必有因 他現在的這個狀態 或者對待你的方式 都必然是因為某很多原因 所導致的 包括自身 對他的態度 都是 而當我們有能力去抽離一下 再看回整件事是怎樣的話 或者就會 慈悲一些 而我的意思並不是 逼人說 就算家人怎樣傷害自己 怎樣 身心上都曾經 對自己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們都要去理解他 去慈悲他 去怎樣怎樣 不是一種must 而是 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可以開心一些 打破這個痛苦的輪迴 只是不想自己再那麼苦的話 那這個換位思考的方式 或者可以幫到我們 都是那句 那條路是自己選的 嘗試滿足雙方需求 以雙贏為目標 我在和解寬書的影片都提過一個例子 就是 如果不想家人再拆自己的信 就嘗試去理解對方拆信的原因 再去協商一個大家都OK和滿意的方案 這裏我想推薦一個暗黑技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 Utilitarianism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 Utilitarianism 在維基的定義就是 Utilitarianism 效益主義 是一種文理學的理論類型 認為最正確的行為 是將效益達到最大 效益就是快樂 傾向得到最大快樂 而傾向避免同步 就是正確 也就是 有時候只要結果是好的 可以跨越道德界線 在這裏 我就要分享一個 可能會 舉個例子 你做事做了一整天 已經很累 凌晨1點回到家 看到桌面放了一碗湯 那你當然知道要做些什麼 但是 你又知道 如果你喝了這碗湯 會令你很不舒服 不舒服的意思是 可能胃會制住制住 會睡不好 或者第二天起床 又是會 總之很不舒服 但是 如果讓媽媽知道你沒有喝的話 它會令你更加不舒服 所以就 有一個超大的天人膠漸 在這裏 那怎麼辦呢 我的建議是 倒掉它 你不用喝 但令壽湯覺得你有喝 就雙贏 不 用你的 當然 我絕對明白 是有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 需要跨過的 即是 媽媽她這麼努力 有陪伴了這麼久 去煮一鍋湯給自己 但是倒掉它 好像很浪費 很糟蹋對方的心意 所以這裏說的是 你真是生理上 喝不到換湯 喝了之後 會很大件事 會很不舒服 又或者 喝了之後 會令你心理上 造成很多的精神攻擊 的那種情況 才做這件事 如果你只是 好像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為了自尊 為了不讓對方操縱到自己 不做對方要求自己做的事 而你不喝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了 在這種情況 我會建議用回第一招 就是 有碗湯 就照喝 感激這個心意 在你喝這碗湯的同時 其實你還是放下自己的一些執著 或者 想用對方以前對待自己的方式 去對待對方的這份執著 而 可以放下我執著 和令關係好 但必要時 都是可以用一些暗黑技 但就 不要跟你家人說是我教了 最後就是 這個我想 真的無需多說 亞洲人總是對肢體接觸 是有點抗拒 又或者覺得 很尷尬 對呀 但其實這件事 是很增進到情感 和令人感到更加親密 所以 請多擁抱 抱到他們 不要不要 一開始 他們可能有些詫異 會覺得 哇 怎麼這麼奇怪 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有什麼大件事 這樣 就可以向他們說明一下原因 或者有些長輩是真的比較 不熟習這種接觸方式的話 就取得他們的合理 然後就慢慢 循序漸進 可能有 拍一拍肩膊 或者 黏一黏 去開始 當時長輩 可能一開始都 推一下推一下 但這樣 半推半就底下 或者 當你每一次都這樣對待他們 慢慢就會習慣 擁抱是有魔力的 所以不妨一見面的時候 就立刻抱過去 每一次見面都做 形成習慣 但如果真的不是很合適 譬如 真的有一大段時間 沒有見面 好像很尷尬 甚至是 過往的一些介替 令到你 暫時 還沒辦法做到這個行為的話 只有另一個方式 就是 真誠地打招呼 例如早上來個超級驚奇的 早上 相信我 是會很不同的 最重要是有眼神交流 以及當你把這條光波 扔給對方的時候 要確保自己 都好好地接受對方的回應 而不是 扔完之後 就有球 早上 然後就離開 這樣 要讓對方知道 你都好好地接受 對方所給你的善意 而這份善意 可能是他們用了 不生的努力去回應 最好 結論是 今天的重點 是能力感 家人對於我們長大了 沒辦法像以前那樣 100%掌控我們 可能都為此會感到不安焦慮 而且都不太調色到 原來我真的不可以再控制他們了 所以他們就可能會用一些不太適切的方式 去對待我們 去重新獲取那種自尊或者權力 過程中可能會傷害到我們 而不自知 即使知道了 也可能會因為面子問題而草草帶過 而當我們只記住他們對我們的傷害 繼而用相同的方法傷害他們 就只會令到大家都很難過很痛苦 而要相處得好 或者只是想自私一些 想自己過得開心的話 就需要去acknowledge到 他們當初那份焦慮不安或者他們的需求 具體就是 讓他們知道自己還是有價值的 可以影響到你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為何要我改 為何不是他改 因為有知性那個是你 有能力改變局面 可以打破到痛苦輪迴的是你 你的世界由自己創造 還有就是 人與人之間就好像一塊鏡一樣 你改變了 他都一定有所改變 所以試一下吧 嗯 Fill A better you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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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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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